桑杰优雅对对战烂神梦之队 金木掏出吕布迎来比赛手上 他们打不过我们兄弟 来来来 一刀 上路来不及推中了推中 金木这小子直接掏吕布啊 但这般本还敢玩吕布 我是真没想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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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张飞猫夏侯 我们正面团几次眼能力极强 对面一个吕布 没有装备成型之前根本扛不住 兄弟们就在刚刚桑杰优雅队 与赛神梦之队打舞 金木状态拉满2比00封赛神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吕布在比赛中的发挥究竟多 首战巅峰对局金木这边 就掏出了吕布搭配朵莉亚的阵 吕布前期在线上对线基小满 基本就是以卡线在塔前为主 4分钟之后把兵线让给自家打野 然后自己站在中路草丛开始 基本就相当于半个恐怖的作用 直到5分多才爆发第一个头 苏元轻上路线之时 惨遭对方射手换线压塔 金木大招落地卡住对方两大前排位置 为苏元争取拿下第一 6分钟队友中路集结压中塔 吕布的作用就是卡住对方打野位置 让对手进行挥复 对方基小满为了首塔一一上前 最终与朵莉亚达成互换 6分多双方互换暴君主宰 我方率先拿下暴君后 金木立马赶往主宰打算留住张飞 没带的张飞交出技能后 当即被金木大招减速 不过可惜这波朵莉亚未能刷新给到金木大招 最后队友赶到战场完成收割飞飞公主 中路线中路线中路线 来到10分钟龙点金木仍旧是灵人 对方下猴蹲靠前被一星减速 当即挂上大招封锁位置 紧接金木原地双大收割下猴 与此同时自小鱼也带走了口袋的阿迪 11分钟旅路终于站了起来 在疏远也和掉点的情况下对方进行了开突 张飞吼到朵莉亚后金木立即大招原地减速 配合一星封锁之后 金木再次刷新第二个完成4打50换次 他们打不过我们兄弟 来来来 一包 那不行啊 行招大招直接吼 张飞大招定住 哇草礼物两个大兄弟 顶不住啊兄弟顶不住啊 完了被框了 哇草顶不住啊 一闪 金木再来一道一技能普攻 四小鱼也是一波双杀 完了 劳金无敌了 劳金是吧 13分钟压进下路高顶 靠前的夏猴敦根本经不住金木旅布的伤害 双大冲到水晶将夏猴敦送走后 还能安然无恙进行撤离 完了又被框了 旅布一会直接跳大 跳进来 三高拳破后 金木优雅队在孟之队水晶门口打了接近两分钟的团战 最终14分钟第二次拿下复活的夏猴完成第一把手伤 哇 琳布又这个大 下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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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之队为了拆解吕布朵利亚阵 紧接第二把手伦就绊掉了朵利亚让金木不能玩旅活 紧接第二把金木掏出刘邦对战小蓝马超 五分钟对方射手就换线来到上路拿火 金木刘邦隐藏自身视野让对手误认为只有公本一人 随即在公本大招落地阿里之时金木大招扭团支援 最后携手带走阿里后甚至连蓝猫的夏猴也未能逃脱 六分半相同的打反 下路倾线的金木不断观察敌方的红区视野 在输员工本锁定阿里之时金木立马秒传谱上输出 最后输员更是将孙并追至敌方高地门口 一直僵持到16分钟 第二把尤为简单基本就是靠运营完胜梦之队 对方毫无防守能力被优雅队推至三高完胜比赛 有别人兄弟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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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